今天的联合报头版的消息是 去年卖豪宅 今年报税十价科房屋交易所得税 这个新闻让我们看到之后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欣喜 也非常非常的支持 这个新闻的内容主要在讲什么呢 它主要要告诉的我们大家的是 财政部宣布了 如果你去年有做任何的房屋交易买卖 在双北市 也就是所谓的台北市新北市 你买卖交易价格超过八千万元以上的话呢 你如果无法取得成本证明 你必须课征可能15%的税额 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个法案实在是太好了呢 因为在过去我们在课征 这些房屋交易的所得税的时候 政府并不知道你实际的交易价格是多少 所以它可能只能必须依据过去 所谓公告地价等等 推算出来的一个交易价格 来苛征相关的税额 但是这个税额可能跟实际上 买卖房屋的价钱差非常非常之大 甚至有可能五倍六倍甚至更多以上 所以说这变成了有钱人他们可以逃漏税 相对而言他们就觉得 买房子是一个很好的投机事业 我只要炒房地产 我可以获利的非常非常大 所以说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回想到 在前几天为什么立法院迅速的通过 这个地政事法的修正案 因为呢在之前的法案 是地政事若不依实价申报的话 他会受罚 可是立法院今天为他开了一个后门 这个后门就是只要我没有实价申报 即便我被政府单约查到 不好意思我只要限期改善就没事 这个后门一开 那不好意思大家通通不会造势申报 我们想要进行的所谓实价科税的目的 也就无法达成 所以今天很高兴的是 行政院已经提出了复议 而且紧接着呢 马上又推出了 有关于实价课征交易所 房屋交易所得税的部分 这还不到我们所谓房屋交易 实价科税的全面 但是我们大力支持 也要称赞行政院这次的作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